大家好,我是Den 最近在韩国Chopo YouTube 也就是黑帮暴力组织YouTube上传的影片 数量高达5500多个 而引起了社会问题 根据韩国国会行政安全委员会议员 从警察厅获得的数据显示 警方在今年7月至8月全面调查后发现 目前全国各地 共有12名与暴力组织有关的YouTuber 在活跃活动中 这些与暴力组织有关的YouTuber数量 在2019年是3名 在2022年和2021年增长到7名 去年又增加到11名了 截止到今年7月 这些YouTuber在其频道上 共上传了5546个影片 这些影片内容 主要是炫耀自己曾经犯下的罪 介绍暴力组织的文化 加入暴力组织的方式 以及与其他黑帮成员的访谈内容等 尽管韩国警方今年已经动用了超过300名警官 对这些影片进行了全面调查 但警方表示 在这些影片中 没有发现到直接的违法行为 没有明显的暴力行为 因此没有对其进一步的调查或立案 但是这些影片内容 充满了侮辱憎恨脏话 也没有过滤的传播了 作奸经验或打架的内容 甚至也有在美化暴力行为 所以可能会对儿童和青少年产生不良影响 甚至引发模仿犯罪的担忧 况且 介绍暴力组织文化 加入暴力组织的方式 这也会对青少年们造成 非常大的问题 在民众们反应的时候 无动于衷的警方 在一位议员批评后 马上表示 会加强对暴力组织YouTuber的监控措施 如果发现违法行为时 会进行严格调查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黑社会也进化了啊 不过垃圾还是要焚烧才可以 他们没有职业 还不想要辛苦赚钱 况且还需要臭白姿势 我看过一个影片说 监狱里的饭很好吃 那么好吃的话 重新在郡区就好了啊 我看过一段相关新闻 很多人只是在下拜 根本就没有经验 那些人虚荣心太强了 上传组织文化什么的 反而觉得很好啊 可以容易搜集证据 如果越线的话 马上就可以去逮捕 不过在YouTube 不是真正的做出犯罪行为 只是在那边吹牛逼的话 也算是犯罪吗 所以大家觉得 像目前的韩国这些黑帮YouTuber一样 没有实际行动 只是在影片里传播 黑社会文化 历史监狱经验 打架经验的话 法律需要制裁吗